哈喽大家好 在之前我有个视频中给你们介绍了非常多的在线图床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自己的VPS主机上去安装一个自建图床 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软件或者叫开源的图片产品呢是chevredo 它呢是一款非常棒的付费图片托管程序 当然你不要被它的付费所吓到了 因为它呢也支持免费的版本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可以简便的支持我们去做一个图片上传 那这里呢有一个demo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演示站点 这是一个演示站点 可能你在之前的视频中呢已经看到这个样子了 探索 我们看一下所有的 这里呢会有非常多的图片 那它的UI呢是非常漂亮的 可以支持我们去使用web存储开放注册以及登录 那如果你要买它的付费版本的话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 那这里呢是它的一个付费计划 68美元的话是一个单域名的license 98美元的话不限域名以及其他的这个托管的和无限域名的托管 当然呢如果你有钱的话呢可以尝试这些东西 我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是免费的我们在VPS上去安装就可以了 实际上免费版本和付费的版本区别并不是很大 对于我们而言的话主要是管理横幅以及web存储的知识 对于个人而言的话其实无关紧要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我需要提醒你一点官方对于盗版打击非常厉害 使用网上的盗版程序呢基本上都会被发现 然后呢你的VPS厂商会将你的服务器在一个星期左右shut down 所以呢我们就去VPS里面开始安装吧 那安装的整个脚本呢我其实写了一个简单的这个markdown的文档 安装这款软件呢我们需要一个php,endrix,mySQL这几个环境 所以我在这个视频中使用了lnmp的这个一键安装包 然后这个服务器的环境呢是一个全新的CentOS 7的机器 我们来安装一下 首先呢去安装wgetscreen以及python这些基础的组件 那么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来安装一下lnmp一键脚本 解压然后呢使用screen打开它 然后呢我们执行install 提示我们的ssh的端口我是默认r回车 是不是启用这个iptables呢我这边呢就不启用防火墙了webserver呢我们要安装yes 安装一个ngx apache的话不需要选择3数据扩的话需要 那默认的是第二个我们就选messico的5.7密码呢这个我们记录一下root的密码 回车那这里面选原码安装还是二进制默认的就可以了 php需要版本的话呢也是默认的然后这些组件呢都不需要 phpmyadmin呢这个也需要我们要创建数据户要用 那现在已经开始安装了其他这些我不需要是因为本次我们要装的这个软件不需要 如果你其他的一些php应用比如说需要这个image magic的话呢你可以安装 ok那到这个地步呢就证明我们的安装已经完成了 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漫长 我都想送自己一手凉凉 所以呢在以后的vps实战视频中我就会将安装lnmp这个环境的部分呢给他省掉 因为我等的时间实在是有点久 我们可以将这个信息呢给他记录一下 然后呢重启服务器 重新进入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安装了数据库ngx还有php的环境 我在这个文档中呢少写了我们现在应该将我们的域名绑定到我们的服务器上 绑定好域名之后呢我们去安装一下他这个php程序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现在将我的域名A记录指向这个服务器 那我使用的域名呢是图床TC这个二级域名 然后呢IP地址是这个我们添加一条A记录 这边配置好之后呢我需要在我的服务器加一个虚拟主机 我们进到rmp里面然后呢vhost 这里面提示我们是只有http还是有一个自己的证书 或者呢使用这个野卡证书 我选择3 然后呢我们使用tc.2333.blog这个域名 你可以换成你自己的域名 这些都是默认的 不添加其他的域名 那是否强制跳转到https呢都可以 规则的话也不要 日志如果你想开的话呢你就开一下 我就不开了 这个配置呢我们也记录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到这个虚拟主机的目录里面去 它里面呢是一个空的 在这里呢我写一个index.html测试一下 hello world 保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访问这个域名做一个尝试 那发现是可以访问通的 证明我们的域名和vps已经配置成功 然后呢我们去安装一下它的原码 那这个原码呢也是开源的 github地址是这个 如果你想去看的话呢你也可以看 我直接将它复制 粘贴回撤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会有一个原代码在这个地方 我们将这个文件呢给它删掉 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修改一下ngx的配置 因为呢ngx的配置文件默认是不会读这个index.php的 所以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在这个位置 配置文件都会存在这个ngx.conf的vhost下面 我们打开它 然后呢给它加一点点的配置 将这个给它拿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配置的意思呢就是说 当我们访问这个域名的跟路径的时候 那它会跳转到index.php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呢让ngx的配置文件生效 我们使用reload 现在呢我们还需要去创建一个数据库 同时呢给这个目录做一个授权 访问这个虚拟主机文件夹的用户呢是3w 我们去创建一个数据库 那访问这个地址就可以去创建数据库了 进来之后呢用户名是root 密码呢是我们记录的那个 也就是这个密码 进去之后呢我们点击数据库 字符编码的话我就不用这个mb4了 我们用一个普通的 用这个就可以了 数据库名字呢随便可以起都是可以的 那一般我们就和它的应用名称保持一致 这样容易识别创建 现在已经创建好了我们现在是授权也给了数据库也创建了 那就需要去安装它了在这个地方刷新一下就会进到安装的这个界面 数据库的host呢其实就是localhost 数据库名称呢是这个用户呢是root 密码是我们保存的那个密码 然后呢它告诉你表前缀是哪一个就按它默认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管理员的账号 我比如说叫别致管理员的邮箱呢我就输我自己的邮箱 密码的话那你自己输一个密码就可以了 这边是发建人的邮箱 其实我这边不会发邮件 所以我就写死都是一致的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选项好像无所谓 我就选personal个人 安装 那现在呢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可以进到管理员的后台面板里面 账号呢是别致 然后密码是我自己刚输的那个密码 可以记住登录 进到这个面板之后呢我们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呢就是把语言的环境呢设置成中文的 我们在settings 然后呢website这个地方点一下有个language 默认语言选一个简体中文 然后呢做一个保存 那这个地方设置的语言呢是它前台的一个语言 当前呢我们在后台 所以呢需要在这个地方再做一次setting 往下翻有一个language 我们同时选简体中文 保存 除了语言呢应该也把时区设置正确 我们是亚洲上海 因为我在中国嘛 当然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设置 这些设置呢我就不带着你去一个一个去讲了 我们主要介绍如何去安装和使用它 进到这个站点呢 我们的图床就已经搭建成功了 然后呢我可以上传一些图片 我将这些图片都给它传上去 上传 上传 上传完毕之后呢下面有它的一个链接地址 然后呢我们点击关闭 这是它的一个首页 点击探索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上传的或者是一些热门的图片 那这些图片呢都可以点击进去 当然呢也可以关闭 我们再选一张 然后呢如果你想引用这张图片的话呢 点一下进到这个图片的详情页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迁入代码 这个链接呢是我们当前访问的这个链接 下面呢是它的一个图片原文件的链接 同时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缩略图和中等大小 这两个我们访问一下试试 相当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两种大小的这种缩略图吧 用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隐私的图片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创建自己的相册 然后呢在新建相册的时候 可以设置一个名称 然后呢做一个加密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密码访问 666保存 然后呢上传到相册 我们选几张图片 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选择对访客访问 或者是需要输入密码 我们点击上传 OK之后呢关闭 刷新 现在呢已经有了三张图片 然后呢我们退出当前的这个用户 访问这个相册的话呢就需要输入一个密码666 现在呢才可以看 我们再登录进去 当然呢在它的后台还有非常多的设置 包括相册的设置和个人信息的这些设置 你都可以去尝试和研究 那在这个视频中呢 我就告诉你如何去搭建这样的一个图床 如果你也想自建一个图床的话 就可以尝试使用这种方式 这个文章呢我会再修改一下 将它写的更全一些 如果你还想看更多有意思的VPS实战教程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为视频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